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晚上好 這樣呢 這是不是很乾淨 有一大袋東西 是的 今晚我又煮兩個菜 這條片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很野味的菜式 菜脯炒 煙鴨丁 煙鴨丁 就是近年 比較容易找到的食材 我把它切成丁 煙鴨丁 大家可以看看 我在新都城街市買 可能我看到它便宜 十多元 我就買了三塊回來 三塊 都OK 本身 其實我是想炒火鴨丁 不過想想 不是 火鴨丁很貴 不過其實這個也不便宜 我就買了 都不是貴 買了三包 好像不用四十元 三十幾元而已 二十幾元還是三十幾元 反正是 不過十五元一包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菜 就是蒸黃骨魚 不過今晚我拍這條黃骨魚 就有另一個做法 OK 不要管它 除了鮮流的煙鴨丁 然後 我喜歡吃蔥 我先買一些蔥 材料 除了煙鴨丁之外 有一條京蔥 辣椒 可多可少 我這裏就用五條 因為我當菜吃的 這些辣椒 經常都以為很辣 如果我這樣五隻 加起來 然後 撕掉 把銀子拆掉 其實不是很辣 讓你用XO醬炒 其實還是比較輕辣 然後還有菜脯 大家看到我的菜脯 還沒浸 立即浸就可以了 買些粗的 這些菜脯 通常新鮮 聞到有一種鮮的葉蘿蔔味 但是如果 你放得久 買一支舊的菜脯的話 就有一種益味 怪怪的 所以我看到它新鮮 我就不用即時去做它 提前去做它 然後 當然有些腰果 這裏腰果用不完 不過它最少要買 我忘記了好像是20元 還是多少 反正就是要這麼多 我這裏大概用一半 如果不想用腰果的話 其實可以用炸花生 我以前也很喜歡用炸花生 不過好像我沒有用過腰果 去跟大家分享 好像有 好像沒有 忘記了 因為我太多菜脯了 為什麼我會用炸花生 因為炸花生不用處理 是不是 不用花時間處理 一煮熟了這些菜 直接灑上去就可以了 好了 介紹完這個材料 跟著完之後 我就開始處理了 其實呢 可以跟大家說 這些菜菜 非常好 這個菜 看似很多材料 等一下 Hello 不好意思 剛剛我檢查 關機的時候檢查 才知道原來 是全部內容都錄不到的 沒有辦法了 我現在重新再介紹一次 今天我就做這個菜脯炒鴨丁 我不知道先頭有沒有錄到 現在我就買了這隻日本鴨胸 在新都城買的 新都城街市 有間凍肉店清林 清林有很多分店 我看到觀塘也有 平石也有 這個 這個什麼 荃灣陽屋道也有 OK 好了 我現在簡單再介紹一下 之後看不到大家 即是大家看不到我怎樣切 我本來很心機切 不過或者可能有些人就喜歡 切完 那麼 這個首先 這個鴨鴨 我們就是拿買這個 是煙鴨胸回來 接著之後切丁 大家看到 像不像午餐肉火腿那些 是啊 就是這樣的 密度 接著之後 它就有少少的煙燻味 待會爆香它就很好吃 接著之後 我們就要一條京蔥 洗乾淨它 斜切大概半厘米 接著之後 再用這個 我這裡就用了兩隻的紅辣椒 三隻的青辣椒 這個就有少少微辣的 不過 如果你不想吃辣 就可以用這個甜椒代替 即是燈籠椒代替 那 一隻青椒 一隻紅椒就夠了 因為它們分量多些 接著之後 主角之一 當然是菜脯 菜脯 我們就不用像煎蛋角 切小顆 我們就 原條的菜脯 買回來 我這裡大概用了二兩左右 二兩至三兩左右的菜脯 OK 切粗粒 大家看到 接著之後 就切這個蒜片 薑片 這樣 起鑊就可以了 至於這個醬 我就會用這個 公保雞丁的醬 四川人 就說這種叫荔枝醬 即是它有少少荔枝酸酸甜甜的效果 那 無論大家喜不喜歡吃辣 但是我這個菜 現在這樣的材料 做出來 你又要有爽 又有爽 你有這個 有這個 滑 又有滑 OK 你又有煙燻風味 又有風味 所以 味道非常齊全 另外 我就會買了腰果 現在腰果 你可以浸 可以不用浸 不過呢 我自己覺得 就沒什麼所謂的 有人就不喜歡 你不喜歡的 你就去浸 但是浸了的 就是腰果 其實就是 效果沒有那麼好的 可以講明先 即是等於你花生 你去浸完之後才炒 你自己想一下 效果是怎樣 OK 行不行 那你說髒 什麼什麼 大哥 我只是想說 就是 你那些油溫 成二百度的油溫 喂大哥 什麼細菌都死了 是不是 不過你說 你自己過不了 你自己心理的那關 OK 沒有問題 不過我先聲明一下 如果你去浸完之後 再來炒 這個 這個 這個腰果 就不會脆 OK 行不行 或者你要很花心思炒很久 這個 whatever 視乎 大家自己的要求 OK 好嗎 這個菜菜其實很簡單 因為不用醃 總之 等一下大家看著我怎樣炒 就是一二三 逐個步驟去做 就保證大家可以做出這個 這個 這個 酒樓的風味出來 OK 行不行 那一會兒見 好了 大家 所有東西都準備完了 那 這條片 真的不好意思 先拍一下 幾分鐘就沒有了貨 我唯有 就用 口術交代 如果大家中間有些什麼過程 譬如說 那些 菜譜回來怎樣處理 那些 怎樣買 那些 怎樣買那些 腰果 怎樣為之漂亮 怎樣為之不漂亮 那些諸如此類 如果大家有疑問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那裡 就跟我發問 看看我可不可以幫到大家 那 炒這個 鴨丁 就並不困難 我現在就燒一燒鑊 先 然後 然後 在燒鑊的期間 我就需要 就是 要 打好 即是 要是準備那個醬 先 因為這個 我是需要時間的 那大家都見到 這隻鑊 其實就是 是先頭用過的 這樣就一樣 這個醬 就用這個 四川的 皮軟豆瓣醬 這樣就燒一隻鑊 燒一隻鑊 燒一隻鑊 之後呢 那我就先處理 逐樣逐樣來 那首先呢 我們呢 就要多一點點油 就做什麼呢 就是炒這個腰果先 那就要關小火 不要大火炒 那但依然要燒鑊 因為呢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 就是 那個效果出來 會更加漂亮 那 那 降到溫之後 我們呢 就慢慢炒 那一定要炒小火呢 才是炒得漂亮的 那 先後呢 這隻鑊呢 降溫都不夠 所以呢 就有些 有少少的 就是 焦溫的 但不要緊要啊 最緊要夠快手 那我們呢 就可以炒得漂亮些 那 那些腰果呢 一邊炒 就會是有香氣走出來的 我現在呢 就聞到那些香味啊 那當然啦 如果喜歡廚房的話呢 他們就拿到油爐炸啦 啊 可能呢 那個效果呢 就會更加均淨啊 然後呢 為什麼呢 我還要放多一點點油 就是這樣解了 就是希望使它 可以讓它呢 就那個 均淨一些 好了 那些呢 就不要等它全部焦了 因為呢 它有部分呢 就已經過焦了啊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 離了鑊之後呢 繼續炒它 跟完之後 現在呢 就關火了 就由它 利用余溫我們繼續炒 它和炒花生是一樣的 如果大家看到它焦焦的話 千萬不要繼續加熱 就要利用余溫去繼續炒它 如果等到它全部100%都煎好了 炸好了的話 我告訴大家 最後它一定是焦的 和花生是一樣的 去到八成左右 我們就要拿起了 我關火之後 也要炒多一會 其實現在 比剛剛關火的時候 已經深色了 好 它還是有點焦 但是也可以的 然後我們繼續燒鑊 這個時候就準備炒鴨空 這個時候就在燒鑊的期間 我就開始要調製醬汁 用湯匙 一湯匙 兩湯匙的皮圓豆瓣醬 然後我們就加半茶匙鹽 好了 這個時候 又出煙了 我不管它 隨便它 再燒高溫一點 糖呢 我們加兩茶匙 以上 OK 好 喜歡甜一點 就可以再加多一點 好了 這個時候夠熱了 然後 我們就把這個鴨空 哇 很香的煙燻味 現在就屬於酒油 就不是煎 因為我沒有關小火 很香的煙燻味 很香的煙燻味 我們一定要做到它 有那種燒香感 有一點焦焦的 我們才收手 好 這個時候我就讓它 看著我的火 關小一點 中火到 中火慢慢煎它 因為我剛剛加的時候 分量比較多 那所以我就不想關小火 如果不是 就有時間煎 你想快點煎 就是一下鍋的時候 就用大火 當它煎到差不多 我們就用回小火 慢慢煎它 鹽 半斤鹽 兩斤以上的糖 然後 少許的雞粉 輕輕就可以了 跟著生抽 兩茶匙 兩茶匙 蠔油 一至兩茶匙 跟著燒酒 或者是廚酒 少許 少許 跟著之後 麻油 少許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時候 鴨胸 它就開始逼了那些油 讓我鮮頭下的 還要多 差不多多了一倍 逼了那些油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就開大火 繼續 其實這個菜式 就是吃它的鴨 煙 煙燻鴨肉的味道 現在我是開大火的 好 任由它 再繼續等它煎 這個時候 我們就攪拌它 然後 還有呢 我們就要放這個 生粉 大概一茶匙 到兩茶匙之間 然後 加少許水 大概 50ml 然後 攪拌它 這個顏色 就有少許淺 如果等待 你想深色一點 就可以 加少許老抽 上色 這個時候 鴨胸 都差不多可以了 一定要 將它的油 逼出來 然後 它的鴨肉 有少許的焦香 我們等待 炒出來 才會好吃 OK 好 現在關火 好 現在關火了 先放進去 因為呢 我要 我便拿起 事先 拿東西隔著 讓油 停下來 這樣便可以 我們等一下 不需要 吃到油 軟軟的效果 那我便慢慢 又不用急 大家可以 對比一下 先 我下之前 是很大的 但我現在 逼了那些油 出來之後 它便乾身很多 這樣 就 油便多了 在鑊裏面 但是呢 那些肉呢 便縮了水 所以 最後三包 其實都不是很多 而且都不貴 三十多四十塊 是吧 四十塊都不用 好 那現在呢 就剩下很多油 那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要倒起它 用油壺收集它 好 剩下差不多鮮流的一半油 那我先說 如果呢 大家是鹽的顏色不夠的話 就可以加色下去的 那加色呢 就要靠老抽 OK 大概呢 半茶匙到一茶匙 左右 視乎大家的要求 現在我繼續燒鑊 不管它了 我加了下去之後呢 當途就深色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下菜鋪 灰些油下去 稍微炒一炒菜鋪之後呢 我們就把那個蒜片 薑片 就放進去 一起炒 炒到呢 我們聞到那個蒜香為止 好 好 接著之後 將辣椒放進去 將這個鴨胸放進去 好 這個菜鋪呢 我們呢 就不一定要炒到起火的 接著把醬汁放進去 好 對了 忘記了要加陳醋 對不起 又說酸酸鹹鹹的 陳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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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呢 就放兩 兩至三茶匙 OK 那因為呢 我那個醬裡面 已經有酒在裡面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不需要呢 是炒的時候呢 就會再是需要呢 就是下這個酒的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將所有的醬汁 炒均 它 啊 等它呢 掛在那些食材上面 那這件事呢 就完成了啦 要煮乾 儘量煮乾一點點水啊 好 不用怕的 因為呢 我這個大家都見到 我先頭其實是生的辣椒來的 還未炒熟的 所以呢 現在我稍微拖長一點點時間呢 都不要緊要啊 接著放一些京蔥下去 又漏了 忘記了京蔥啊 所以老人家真是 那現在繼續炒吧 京蔥就很快熟的 大家不用怕啊 那等那些醬汁呢 就炒了下去啊 好 那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想的京蔥呢 熟一點點就炒耐一點點啦 其實這個呢 就是半炆半煮的形式啊 好搞定 跟著然後呢 我們將這個是 將這個 腰果 最後一邊 稍等一會先 好 最後一邊先倒下去 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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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關火啊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會是 比較上 那些腰果呢 就很快 就軟了 因為它不能吸水的 好 那一個 其實都不算太複雜啊 可以有一個 新意小小的一個菜式 因為呢 我就不是經常做的這個 所以呢 我就要試味 首先呢 為什麼我要求呢 那些腰果呢 一放下去 就馬上關火呢 這個時候吃呢 這個也更脆的 然後呢 我試試鴨 咖啡 鹹鹹酸酸 一點都不辣 很爽口 這裡呢 有幾樣東西呢 我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現在就做個總結先了 等等 我將這個 放進去 其實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呢 嗯 這個菜式呢 有點熟口熟麵 有沒有發覺呢 是啊 就是公寶雞丁 的便宜 不過我不是用雞丁 我只是用這個 鴨胸而已嘛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比公寶雞丁呢 其實呢 就會更加方便大家 要求也都更加低一些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用醃雞丁 不用醃雞肉 而且呢 它現成 有得賣 我們都不需要去考慮呢 到底它的生熟度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鴨胸呢 回到來的時候已經熟了 你隨便搓一搓它 就可以了 行不行 跟著之後呢 因為它本身鴨胸呢 那麼多人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它呢 淡淡肉 那個肉的纖維 比較厚啊 跟著然後呢 最主要就是它是 嫩滑 嫩嘛 它不至於是滑 好似這樣 這麼大塊這個鴨胸 給大家看看 這麼大塊這個鴨胸 嗨 嗨 這個鴨胸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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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 就是呢 我們呢 買了鴨胸回來 我們清洗完之後呢 要切丁 切丁的時候呢 記得呢 我們是一定要走油的 而且呢 盡量呢 就是抽走它的油脂 大家都看到 先頭呢 我 我幾乎是有一半油的來源 就是那個 鴨胸的 抽出來的 這樣呢 我們吃下去健康些 還有這個口感會更加好的 那其次呢 煙肉呢 我現在 不是煙肉 煙鴨胸呢 我現在吃下去呢 有點像煙肉的感覺 是好似鴨流香的 跟著就好了 提到最重要的那個辣度 我現在的辣呢 就類似於什麼呢 好像喝這個胡椒豬肚湯那樣 但是不至於胡椒豬肚湯那樣辣 我現在的味道呢 就感覺到 留一點點辣 但是很香口 這個菜呢 絕對是開胃菜來的 OK 行不行 好了 那呢 大家呢 只需要是step by step去做 那關於這個調味那裡呢 其實先頭呢 這個呢 為什麼我一定要 大家看完我整條片 大家才知道 可以有個full picture 完全的畫面 如果有些練精學懶的人 很多人以為 哎呀你說可以啊 那個醬汁就是這樣 咦 為什麼不見了酸味呢 怎麼知道 原來我後面才放 為什麼我老人卡 經常都不記得 大家不要以為 我不熟手 才是經常不記得的東西 喂 我準備了這些東西的了 我就是因為我現場製作 我每一樣菜只會做一次而已 不會重複 不需要練習 大家只要跟著去做的話 一定是有那個效果出來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食家來的嘛 OK 所以呢 就整天都會有NG鏡頭 我就是給你們看 那變了大家有個full picture出來 是不是 一個全面的畫面 就不會說漏這個漏那個 漏這個漏那個 是我們作為家廚 甚至無作為專業廚房 整天都會出現的情況 除非這樣 你每天都炒幾十碟 一百幾十碟 乾炒我 你當然是入腦了 喂不是啊 我現在兩年 剛剛過兩年 九百幾道送出來了 即是平均一天有1.5 1.2 1.3道送出來 誇不誇張 普通家廚怎麼會這樣做 但是我是基於家人的 飲食的幸福的味道 以及飲食健康 所以我就是從來極少 而這個也是關乎你攝取這個均衡營養的問題 那你說喂 鴨胸 其實那些皮就皮下脂肪很多 那所以呢 為什麼我先特別強調 喂喂 你走油煎的時候煎久一點 煎香口一點 一來是香口 二來就是想逼走它的油 那你吃下去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玩健身都知道 當然是吃雞胸的 那其實鴨胸都可以的 你煎走了那些皮 那些鴨胸就非常之好 蛋白質之餘 又沒有什麼膽固醇的 所以這道菜 好送飯又健康又營養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而且我發覺這道菜 其實大家可以作為一個節日菜去用的 中西合璧 好嗎 那我就不妨礙大家了 都是那句 因為先頭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部機器停了 所以看不到我介紹材料那部分 最重要那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 看完之後有什麼疑問 就麻煩通知我 麻煩在留言區發問 到底這件事是怎樣做的 或者這件事是怎樣買的 怎樣為之漂亮的 OK 行不行 另外 我今天其實就買 它最少要買10元 那這個菜譜 那現在我就包起來 包起來 這樣就沒有什麼氣 盡量就弄走那些氣 空氣這樣包起來的話 就可以放得久一點 放到雪櫃 好嗎 OK 就這樣了 不妨礙大家了 就這樣了 拜拜